各位网友各位同胞 大家好我是老编来 欢迎来到民主政线 那么中俄参谋长视讯通话 俄罗斯将参加北部联合2023演习 也就是中国跟俄罗斯将在中国这边搞军事演习 那么这个演习呢 不是海上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和这个海军的军演 而是陆地上的这个军事演习 这种军演呢是有必要存在的 就是以防不测 以防万一大家呢有个熟悉的 有个了解的过程 为下一步啊 如果真正的作为这个战术军事同盟而做准备 所以说这个现在局势呢蛮复杂的 大家呢也是做好准备 而且呢现在很多事更加的是什么 进入了实质型的一个过程当中了 你比如说中国先前 斡旋沙特跟伊朗 对吧 这个就是实质型的 就是我这次叫你们过来 不是说跟你们谈一谈 而是要实打实的 我动脑筋怎么样让你们销售这个戈壳 中国召集伊朗巴基斯坦到北京来开安全会 打击比路斯解放军 我们要怎么样去真正的去打击他 那么现在就是要给他落地 所以说中俄呢也是一样 所以现在北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所做的每一步 都是扎扎实实要见效的 不像美国 一会儿这个小圈子 一会儿那个帮派 加法帮规的 到最后呢 什么也搞不起来 这个组织黄了 那个绿了 对吧 中国国防部6月9日称 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正丽 9日与俄罗斯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戈拉西莫夫 事项通话 中方指 俄罗斯会参加北部联合2023演习 刘正丽与戈拉西莫夫就落实两国原始构实 加深两军合作交换意见 双方共同确立 俄方将应邀参谋加中国组织的北部联合2023演习 俄未往9日引述两人通过期间 通话期间 格拉西莫夫称 俄中全面战略学生伙伴关系处于最高水平 他还强调 俄中在国际舞台上的心统努力 为世界局势提供稳定因素 他表示 俄中联合作战训练活动 能应是今后双方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 格拉西莫夫祝贺中国同行被任命 中国同行被任命 格拉西莫夫称 俄中武装力量举行联合作战训练活动 应当依旧是今后双方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 格拉西莫夫坚信此次会谈将有助于 进一步加强俄中两国在防务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 他还邀请刘正丽在方便的时候访问俄罗斯 那么说得很清楚了 战略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合作伙伴关系 它都是有这个等级的 你像中国跟巴基斯坦是全天后 那就是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 那就是一个同盟了 全天后的 包括跟缅甸也是全天后的 后来呢对这个伊朗也是用全天后的 那也就是说 你看在这个缅甸这边 支持军政府 支持缅甸宪法 缅甸宪法是什么 支持军政府嘛 对不对 那你昂山术俄级 代表西方跟日本好了不得了 那就把你搞掉 对吧 你看他是没有当满任期的 巴基斯坦的一母男孩 小萨贵的老子来忽悠习总 我们是铁哥们 我们是你们的巴铁 但是什么事也不干 然后呢 那北京就感觉 这小子他们有点不太好 你看中国的这些恐怖袭击 中国人被杀 都是在伊末兰韩任期内发生的 对吧 好 那就支持希里夫家族了 对吧 你们就上来 如果印度要是 把巴基斯坦打得怎么样 打到伊斯兰堡或者怎么样 那中国就要出兵 中巴联军就要打印度 那么俄罗斯现在呢 在战略上面 合作得非常好 战略 现在随时就是西方的一个战略威慑 那么只有说你陆军的军事演习呢 是真正的属于是两军系统 配合 系统作战 这个是防务领域的 全 就是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 伙伴关系有很多种 像中国更有的国家 那只是经济上的伙伴关系 政治上的伙伴关系 外交上的伙伴关系 但是在军事上 那么现在跟俄罗斯 是这方面的伙伴关系 所以说呢 我感觉现在这种合作 非常好 这个就是要让美国看到 中俄是连在一起的 你们不要轻举妄动 也通过这样的演习呢 来震慑北约 震慑西方 你他妈的 是不是要来日本开办公室啊 要插手台海的事 德国要派军舰过来 打中脸冲胖子 英国要派航空母舰 重返亚洲 日不落帝国 我跟俄罗斯的战地面 地面的这个配合 会不会 接下来我可以到 俄罗斯去帮忙啊 如果我武统台湾的话 你们欧洲 不保持中立吗 我解放军就到乌克兰战场上面去 你们要全方便制裁我 我们就到乌克兰战场上面相见 对不对 那个时候就又不太好玩了 所以说这种考量呢 都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呢 你看中国前年是在宁夏 青铜峡谷那边搞的 对不对 这样的演习是有必要的 有必要的 下一步呢 我个人感觉呢 就是之前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栗战书啊 跟俄罗斯也在谈 又加入吉安组织组织 所以我个人感觉呢 什么时候能够加入吉安组织 或者是一个什么 别的一个什么组织框架下 那就这样把你军事同盟了 所以说我们静观其变嘛 那么还有 那么说到这个中东 我们再讲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中国外交部 阿巴斯引习近平之邀 6月13日至16日访华 中国外交部6月9日宣布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 阿巴斯 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在6月13日至16日访华 那么阿巴斯呢 代表了巴勒斯坦 习近平主动要求 就邀他到这个北京来访问 原因也很简单嘛 对吧 外围已经全部都搞定了 对吧 伊朗跟沙特握手言和 叙利亚跟中东其他国家 恢复外交关系 土耳其跟埃及 也因为穆斯林兄弟会这个事情 重修就好 对吧 叙利亚重返阿拉伯国家联盟 伊朗又组建海上联合军事指挥机构 对吧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 外围全部搞定 那就是核心就是巴勒斯坦 跟以色列这边的斗争了 中国要直接插手了 就是以前中国叫不干涉他国内政 就是对任何的事情保持中立 或者说投计权票 现在不好意思了 你以色列 他们不是一天当晚支持印度吗 中国驻以色列大使 也被他们给干掉 杀掉 对吧 那么你这种不友好的姿态 挺明显的 那么这个中国就支持巴勒斯坦 中国也知道 整个西方的气脉 就是在第二圣殿 那现在就是在你内部 开始要来搞你了 跟这个阿巴斯见面 给他面授记忆 叫他怎么样跟以色列搞斗争 说不定 我们还秘密地跟哈马斯的人 都有所见面 我跟各位讲 哈马斯 黎巴勒斯坦都是伊朗 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分支机构 只要跟伊朗 大的关系 这边基本上都是通的 由伊朗来训练的 现在这个巴勒斯坦 这边的阿巴斯 在政治上 应该怎么样去搞 习近平 应该 然后他来三天时间 来三天时间 这个支持力度是很大的 我们再来看 中国驻韩大使称 赌华书必毁 韩国外交部召见秦海明抗议 中国驻韩国大使秦海明 6月8日在官邸与韩国最大在野党 共同民主党党魁 李在明会 就包括中韩关系 朝鲜半岛战争的问题进行交流 秦海明称 现在赌中国书的人 今后一定会后悔 韩国外交部9日召见秦海明 严正抗议其言论 秦海明8日表示 当地国际形势复杂演变 中韩关系还面临着 外部因素的挑战 希望韩方在处理对华关系时 能够摆脱外部因素的干扰 他指美国正竭力打压中国 有的人赌美国赢 中国书 这显然是误判 没看清历史大事 这些人不了解中国的历史 和中国的社会制度 不了解中国人民 在中国官主席习近平领导下 团结一致 努力实现伟大中国梦的 进行一致 只会纸上谈兵 他称30年前就有人 常在中国 抛入所谓的中国崩溃论 30年后 中国用十大二十的成就 证明那些人的错误 现在赌中国书的人 今后一定会后悔 韩国外交部副部长 召见秦海明 那么 这个 新海明 对吧 对 李赛明 直接说这样的话 这不就是在骂 他妈的乙西悦吗 一个纸上台并的祸 中国崩溃论 30年前 你们就这么认为的 那也就是说 30年前 就跟你 刚跟你中韩建交了 对吧 你现在 这个逼 连他们脸 逼脸都不要了 把韩国给卖的 像什么样子 当然韩国的伪奴 也是愿意 跟着他这么去做 尹西悦呢 大家要知道 我一直都讲过 领导人是一个 集体意志的产物 同样也是一个 历史的产物 尹西悦 他就是集体意志 和韩国整部 南朝鲜的 这个历史的产物 就是奴才 就是 看到美国要舔 看到日本 也要舔的 这么一个奴才 所以说 你跟这帮奴才 他是老鼠 鼠目就是寸光 你跟他去讲 这些大道理 他听不懂的 他们只有 自己眼前的那点利益 这就是韩国人的 最大的局情性 所以你跟韩国 去讲一些大的东西 宏大的叙事 将远 远视 眼界的一些东西 韩国人我发现 跟他们交流 他们是听不懂的 他们是听不懂的 你觉得 人类历史 在文化层面 有什么东西 是韩国人书写的吗 现在正是因为 他匮乏 美国人就要利用 他们这种自大的 这种心态 自卑的心态 枉飞 重点投资的 就是韩国的 影视 娱乐产业 拍了很多的 这种 比较火爆的这种片子 韩国人去演的 他就知道 你韩国人的心态是什么 你就是 要当一个 历史灿烂的 一个文明 那就给你当这个文明 你鸟书 跳 钢南斯戴尔 那就让你 给你发个格兰美奖 你们要拍寄生虫 给你个奥斯卡奖 你们要 做港寒流 美国帮助你们搞宣传 高级搞宣传 所以韩国人 现在为什么 这么的喜欢西方 北约就去开个会 他们都觉得 国格提了一个 一个大的飞跃 单恋一个 联合国非常利的理事国 都感觉是 全球外交重大胜利 然后呢 又幻想得进几八 可以真正的 摆脱自卑了 挺起腰杆了 这就是韩国人的心态 所以说这样的东西 就对他们 骂他们 就是当面骂 贬低他们 就是不要客气 这是实在话 对吧 所以说呢 我觉得中韩关系 也就这样了 以西叶呢 今年刚刚 对吧 去年到现在 刚刚这个上台 那么今后的五年 都要跟他打交道 情似呢 肯定是不能乐观的 所以说对韩国呢 就是要打击 要报复 要整他 好吧 最终这几个事情 我就简单说一说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老贵来 喜欢点赞 谢谢 谢谢 刚才忘了 还有说一个事情 再补充一点 就是南非称 不会执行普京拘捕令 BRIC峰会 交别国主办 内阁未决定 第八月下旬 举行的 金专国家峰会 主办国是南非 但总统府部长 恩特沙韦尼 入境时 执行国际刑事法院 三月十七日 对他发出的拘捕令 称不能冒雨 而开战之险 南非是ICC的签约国 条约向下 普京一旦入境 南非政府 有义务拘捕他 但这名大臣说 俄罗斯安全委员会 副主席表示 任何人拘捕普京 都等于同俄罗斯宣战 我们认为这个国家 南非希望我们 对俄罗斯宣战 沙特 这个恩特沙韦尼 巴尔在内阁会举行后 出席媒体吹风会上 发表讲话 并介绍 原定八月下旬的 举行经商国家峰会 筹备工作的最新开展 原来呢 说这个南非啊 尤其是台媒跟西媒的 这些造谣 说南非不举办了 因为迫于 这个国际法庭的 这个淫威 要移交给中国去举办 后来就就是 中国就说了 这个是辟谣了 这是假消息 南非就是要举办 而且不会拘捕普京 就代表说 你西方的规则 又一次被无视 你西方的意志力 再一次被人给忤逆了 用他们话来讲忤逆了 就代表你西方 没那个实力了 所以这个事情也很重要 就不按照西方的规则 和西方的意志 来行事 这个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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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